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我是薛灵六 在方形物件的角如何变成圆角 而圆角的弧度也能修改哦 以及圆角的圆弧要如何变成凹的呢 在今天课程都会一起分享给大家哦 那如果对今天主题有兴趣的话 就马上看下去吧 看之前呢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首先呢我们先来绘制几个物件 第一个呢我们先绘制圆角矩形工具 第二个呢我们来绘制矩形工具 第三个呢我们来绘制多边形工具 那我先用黑色箭头将物件调整一下 左边的物件因为有使用圆弧 所以他的边边呢都会有圆角的感觉 而中间跟右边他们的边都是属于比较僵硬的 没有圆弧的效果 那如果各位同学在设计上已经设计完毕以后 今天想要将没有圆弧的矩形 改成有圆弧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在这里呢各位同学可以使用黑色箭头选取工具 或者是白色箭头直接选取工具都是可以 那我先使用黑色箭头来示范 点选物件以后 物件的上下左右除了这个正方形的节点以外 里面呢也出现这个圆形的点 这就代表这封闭区域的物件 它是可以变成圆角的哦 当我们的滑鼠移到圆形的点上面以后 可以看到我的游标下面有出现一个圆弧的形状 当出现这样的游标以后 就可以按下滑鼠左键按着不放 往物件的中间移动 原本方形僵硬的边变成圆弧的形状 你可以根据你拖曳往内或是往外 来更改圆弧的形状 那确定完毕以后放开滑鼠左键 它就会变成圆弧状了哦 多边形工具一样可以测试 我点选多边形物件 在这里呢一样出现一个圆形的点 按着滑鼠左键按着不放往内 我的多边形也开始出现圆角了哦 确定完毕后放下滑鼠左键 那我这里呢换成白色的直接选取工具来做测试 第一个物件因为它是圆角矩形工具绘制的 虽然它有圆弧的效果但一样还可以再进行更改哦 那我现在呢是使用白色箭头来示范 一样将滑鼠的游标移到这圆形的点上面以后呢 可以看到我的游标下面有出现圆弧状 当确定出现以后呢按下滑鼠左键按着不放 这样往内拖曳 在这里呢我的圆弧形状跟着改变了 更改到你要效果后就可以放开 那如果各位同学想针对某一个边 像我想要针对于右上这个边来做圆弧的修改的话呢 一样将游标移到这个圆点上 然后按下滑鼠左键点选一下 这个点呢比较粗 我以旁边这个点来做范例 这个点呢会比较细 那比较粗的点呢当你点选完一下以后 可以看到我的游标下面多个圈圈 你就把它想像它是锁定这个点的概念就好了 当你出现这样的符号以后呢 你就可以再按一次滑鼠左键拖曳不放 它就会针对于这个点去做修改 更大的圆弧 或者呢把它变成直角 都是可以 确定完毕以后呢就可以放开滑鼠左键 这样子呢就可以针对于你想要修改的某一个点来进行更动 那我以中间这个来做范例 假设呢我今天要修改是这个点 是以左下这个点 那一样呢游标移上去以后 按下滑鼠左键点选一次 我的游标是不是改变了 当确定出现这符号以后呢 你就可以再按下滑鼠左键一次按着不放拖曳 就可以进行修改 想要更圆弧 或者呢变成直角 都可以 确定完毕以后呢就可以放开 那接下来第三种矩形的物件 除了这个圆弧的效果 其实还可以更改成其他的样子哦 那这部分呢各位同学一定要使用白色箭头 那为什么呢我直接示范 当我使用白色箭头 点选物件的时候 上面控制列有出现转角这个选项 好我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这时候移到工具列 我选择黑色箭头 选取工具 一样点选刚刚的中间物件 上面控制列并没有出现我刚刚说的 圆角这个选项哦 那我们点回白色箭头 直接选取 当我选择白色箭头以后 选择这个物件 上面就会出现圆角这个选项 圆角的选项你点下去 它就会出现尖角 下面呢有三个可以勾选 原本类件呢都是第一个圆角 那如果我选第二个反转圆角 可以看到它更改了 那如果选第三种呢 凹槽 它也是会更改的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今天它会更改 都是因为原本这个角度它是圆弧的哦 左下角这里看见没有圆弧状了 所以呢你不管怎么点 反转的圆角或是凹槽 它都不会更改哦 那我旁边呢直接再重新绘制一个圆角矩形 在这里呢一样使用白色箭头 点选物件的时候 上面会出现转角的选项 或者呢你可以使用白色箭头状态下 将游标移到这圆形的节点上 滑鼠左键快速点选两下 它一样会出现这个小视窗 那刚刚有说到当你四个角 它都已经是圆弧的效果的时候 你的转角的尖角是可以一起更改的哦 像我现在按反转的圆角 左下角就更改了 原本我第一次测试的物件是没有的 那这里就可以做很好的比对 假设我今天已经确定我要反转的圆角 我按下确定 它一样可以在这个状态下更改它的圆弧 游标移到这圆形的点上面以后 按着不放拖曳 它就可以进行更改了哦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 举行物件如何变成圆角 以及圆角的修改方式 希望今天影片对各位同学有帮助哦 那今天影片到这里 如果喜欢没有按个喜欢版本 分享出去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大家下支影片 都别忘了 下支影片 就先进行